印度東北部的喜馬拉雅山區 在當地時間七號發生冰川斷裂 引發大規模洪水 直接沖回水壩 甚至是波及到鄰近的村莊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指出 目前已經確定有十二人死亡 還有一百九十二人失蹤 洪水退去後搜救隊出動大型機具 試圖要清除擋在隧道的淤泥和碎石 因為隧道裡還有人員受困 其中 要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巨大的水壩被洪水沖垮 場面一片泥泞不堪 印度東北部的北阿坎德邦 在當地時間起好上午 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冰川崩裂 導致河水泛濫 強大水流夾帶著大量冰雪 岩石和沙土 一路往下沖直撲山谷中的大壩 目擊者在第一時間拍下畫面驚呼連連 因為衝破水壩之後 猛烈洪水流向臨近的村莊 又急又快的水流 讓許多村民來不及逃生 具體死傷人數官方也還在掌握中 不過在另一處受災區則傳出好消息 十二名受困在發電廠隧道的工人 在救難隊的搶救下奇蹟生還 至於洪水嚴重阻礙了主要交通 地方政府先緊急疏散附近居民 2013年北印度降雨量爆增 引發大洪水釀成六千死 其中北阿坎德邦受災最嚴重 專家就曾指出 喜馬拉雅山地質敏感 不適合開發 這次遭沖毀的兩座水壩 都是蓋在國家公園區的邊緣 是不是因為人為國度開發 才會導致災難發生 當局以針對這起事件展開調查 公視新聞王博文編譯